下一個東西很簡單 考試的題目都非常簡單 叫做帕斯卡原理 帕斯卡原理是因為液體基本上沒有辦法被壓縮 然後呢所以你在這裡適應的結果 壓力會透過液體傳遞出去 傳到別人遠處去 這個傳遞的過程中 每個地方的壓力都是一樣大的 每個地方壓力都是一樣大的 所以呢 這裡有個圖 左手邊跟右手邊 左邊有活塞 右邊有活塞 你的手不管在哪個地方施力 壓下去之後就有壓力 壓力就會傳出去傳到另外一邊 然後呢 兩邊的壓力如果一樣 就會保持一個平衡的狀態 往右狀態 那考就考這個啊 比如說你圖上面顯示的 圖上面顯示的 圖上面顯示的 我在 左手邊 兩平方公分的地方 施力十公斤重 那請問你 左手邊 能夠抬幾公斤重 十公斤重 好 十公斤重除以後多少 五 壓力大是五 所以旁邊也要五 多少除以十會等於五 五十 所以就表示我 施力十公斤重 可以抬起五十公斤重的力量 所以這裡顯示有所謂的放大的效果 可以做一個起重機 做起重機 考試要考 如果考試考這裡的計算題 就很簡單 左邊壓力等於 右邊壓力 怎麼算壓力 這都是固體 所以怎麼算 P等於F除以A 左邊的F除以A等於 右邊的F除以A 然後就算出來了 算出來了 就這樣 所以呢 左邊公式又是 左邊的F除以A 等於右邊的F除以A 所以左邊的10除以2 等於右邊的50除以10 考試的時候沒有50 X不知道 X除以10 算是X等於50 就這樣子 所以很容易的就解決 PASCA原理的計算 很簡單 就是我們的 一體的壓力可以傳遞 然後呢 倒數的壓力都會一樣 所以左邊壓力會等於 右邊壓力 左邊壓力會等於右邊壓力 它的應用就是 起重機 你的起重機 一壓起重機 然後它可以把它抬起來 輕輕體把它抬起來 輕輕體把它抬起來 它應用的狀況就是這個樣子 OK 好 請問 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沒有 好 來做一個練習 就是 剛剛講過的PASCA原理 左邊壓力等於 右邊壓力 容器的兩活塞 是3平方公分 跟300平方公分 小活塞放6公斤重 大活塞可以抬幾公斤重 剛才講過很簡單 左邊壓力等於 右邊壓力 就可以了 很容易 很容易 它應該是多少 10號 10號 你選豬 你坐 萬一 誰選擇要回家 PASCA原理 左邊壓力等於 右邊壓力 怎麼算壓力 都是固體壓力 所以P等於 F除以A 左邊F除以A 等於右邊F除以A 所以左邊6公斤重 除以3平方公分 等於右邊不知道S 除以300 所以算 這台答案就是600公斤重 這裡的計算都非常的簡單 非常的容易 觀念也很簡單 就是 左邊壓力等於 右邊壓力 其實在算壓力的題目的時候 系統都這樣做的 左邊壓力等於右邊壓力 向外壓力等於向外壓力 向上壓力等於 向下壓力 然後把它解決掉 這樣做 就是練習12 請問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